黑黑小點的都是 打起上衣男子的腹部 有一個一個的紅點 這些都是他在柬埔寨 被電擊 虐待的痕跡 被抓到小黑屋裡面 關了一個多月 你身上潑水 然後做電擊 然後導電 被害人未滿二十歲 他六月初上網找工作 被吸引到柬埔寨 說是要當食品公司的客服 卻變成詐騙 他沒經驗 沒業績 被打得頭破血流 他們不會打得身體 就是往你的最微弱的頭 一直打 對 別人說眼睛 嘴巴等等 家人為了救他 還向地下錢莊 借了一百多萬 但人還是回不來 他只能自己找機會脫逃 自己蹲在搶我旁邊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踩著我的身體 才有所有的彈料理 就一個是一個 在基進會的幫助下 熬了四個多月 三個人終於在10月1號 回到台灣 他親眼目睹 一個台灣人 因為一個禮拜沒睡覺 打了瞌睡 他親眼看到台灣人 被活活打死 基進會統計 在柬埔寨還有20多名台灣人 等待救援 當事人現在願意現身說法 也是希望有警示作用 要其他人別再上當 這次陳索尾 聯名單錦成 彰化採訪報導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